各位同学 大家好 佛法的修设 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 必须要从建立新的人生观开始 这些里面最重视的也就是人生观与宇宙观 换句话说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 在这个世间 这段事情可以说是 每个人的见解不相同 思想不一样 所以就造成 十十多多的障碍给害 这个事实就是佛经里所讲的 邪知邪尽 我们的看法 想法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呢 错在绝非四十真相 所以 经论里面 常说着 堕落为凡夫 如果 如果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正确 什么是正确呢 什么是正确呢 与四十真相完全相应 你的看法想法 你的看法想法确实是四十 这叫正知正见 也叫佛知佛见 受佛知佛经 受佛知佛经 大家千万要记住 不能误会 是他福 噢 释迦佛的福 席路詹纳佛 总以为是他的知经 我们要依他的知经 这还是错误的想法看法 不是正确 佛知佛见 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 佛是自己 不是他 自己真正觉悟了 明白了 觉悟什么 明白什么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觉悟了 真明白了 就叫做佛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明白 凡夫 凡夫跟佛 差别了 就在此地 一个是明了 一个是不明了 所以明了的知经 就叫佛知佛见 就叫佛知佛见 故佛明了了 我们称他做佛知佛见 自己明了了 也称佛知佛见 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 要搞清楚 明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宇宙人生 宇宙人生是一个整体 决定不可以分割 是一个整体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一样 身体里面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毛发 组成这个整体 不能分割 我们身体 这个身体的复杂 跟外面的大宇宙 静虚空变发界 一阵庄严 那个复杂的程度 是恰恰相等 不会说 这个大宇宙 比我们这个身体更复杂一些 没这个道理 确定是相等 不但我们这个身体 复杂的状况 跟虚空发界相等 佛告诉我们 乃至于一毛一尘 毛是将我们汉毛啊 这身上的汉毛啊 这个汉毛啊 是镇报里面最小的 汉毛不顺毛 毛端 尖端 啊 佛将威臣 什么是威臣呢 现在讲的原子电子 我们肉眼都看不见 医报里面最小的 他单不单纯呢 不单纯啊 他的那个复杂程度啊 跟虚空发界也是相等 这不可思议 这不可思议 我们如果说我们一个人生 包括我们的思想 跟虚空发界相等 也许很勉强 能承认 说是一毛端 一微尘 也跟虚空发界复杂的状况相等 就很难相信 何以知道啊 他的复杂程度 跟虚空发界相等呢 佛在经上讲的 越矛盾越微尘了 祝佛如来在里面转大发轮 这个这个话我们在经上 常看过啊 是毛端没有放大 佛刹了没有缩小 华言里面讲的 四四无碍的境界 既然一个毛端 能够容纳无量无边的佛刹 你就晓得他都复杂了 哪有那么单纯呢 所以佛才给我们设出 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没有大小 没有内外 没有来去 没有意义 没有生灭 说的是死是真相 所以佛总说这个境界 这个四是真相 叫不思议境界 不但不是我们凡夫 能够思议 深文原觉菩萨 深文原觉菩萨 社法界里面的佛 都不能思议 这是设的四是真相 所以 近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整体就是自己 你如果见到了 肯定了 也丝毫不怀疑 承认了 这个在佛法里面 就是说 你正得清净发身 你想想看 你正得清净发身 你就成佛了 那么你现在这个身体 就是抱身 就是厌身 如果我们在佛法修学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们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之中 要真正能达到一些无障碍 这一个观念呢 非常重要 我们真正想 断烦恼 消业障 开智慧 都必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今天在这个世界 有不少 至死人人 他们在寻求世界和平 我昨天收到澳洲的那封信 这些人 正在寻心寻力 做世界和平的工作 非常值得人敬佩 他们3月3号有一个会 在学历举行邀请我参加 在这个世界 古往进来 多少祈求世界和平的人 为什么做不到呢 基础的理念没建立起来啊 为什么建立不起来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没建到 这个事情只有福建到啊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一直到今天 中国这个民族爱好后平 历史可以做见证的 注意打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 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朝代 没有一个王朝 有侵略别人的野心 没有这个心理啊 只是把自己家里管好 国家管好 对于其他的附近的国家小国都非常尊重啊 和平共存 没有战友的念头 也没有控制的 也没有控制的念头 那中国人尊敬他们 他们也尊敬中国 礼上往来 小国向中国朝廷进贡 这个进贡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来访问 访问呢 当然要送点礼物 这个进贡也是送礼物 他送一些礼物 给中国朝廷 中国朝廷也有回报啊 回报决定超过他送来的 这是什么道理的 中国人明白此事真相啊 中国人尊崇 释出世间 神仙的教会 这个在这个世间 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啊 永远保持和平 永远保持和平 与世界各个不同 种类的族群 都能够共存共荣 互租互租 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 断在教学 还是一句老话 教学为先 每一年 每一年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些组织 现在年老了 我更没有这个念头 他们邀请我在大会里面去讲讲话 可以 我也很愿意啊 帮助他们 结局根本之道 是要办事 所以我想到的时候 一定要办一所多元文化大事 这个是世界性的 来培养啊 来培养啊 多元文化 互尊 互尽 互尽 互助 互助的理念 向全世界推展 向全世界推展 这是和平共存 才能真正落实 才能真正消除一切天灾人祸 所以他们邀请我很重视 这是一桩大事 澳洲有这样良好的环境 我非常希望 能办一所多元文化大学 纵然这个目标 踏不到 我也会极力完成一个多元文化研究所 以研究所培养师资 有优良的师资 有优良的师资 数量众多的师资 就可以办大学了 那么我们从事世界和平工作 才真正达到落实 然后我们希望 多元文化 这一个学系 能够在全世界 各个学校里面建立 我们在想这个事情 怎样才能做得完美 他邀请我 我一定参加 主要就是把这个 改革 告诉大会 希望大家认真去思考 这个办法可不可信 我们与这些 我们与这些 有心人 在佛法里面讲 这些人是菩萨 这样的 我们先知先觉者 先知先觉者 移动了这个工作 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成修 必须要有这个理念 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所以 才能够落实 佛教给我们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叫大慈悲心 佛家常说 佛法是以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 是爱护我 悲是同情 是怜悯 所以慈是帮助他得落 悲是帮助他利苦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一切众生是自己 所以 没有条件好说 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 无条件的服务一切众生 这是佛菩萨 所以祝佛菩萨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们是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我们今天也参加这个行列了 也是从事于义务社会教育工作 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做出成绩来 做出效果来 利他就是自利 自他不二 要了解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从这个地方 简离 真实 圆满的 宇宙人生观 从这个理念出发 一切都叫正法了 没错过了 如果有私心 我尝试 有战友 有控制 这个念头 迷了啊 经论里面常讲 迷惑颠倒 一切众生修学 所以不能够成就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自己修学 不是一生 生生世世 无量借来 为什么还落到 现在这种地步呢 没有放下你的妄想分 别执着 换一句话说 没有啊 放弃 你对于一切人事 占有控制 这个错误的观念 你能把这些错误观念 舍弃掉 放下掉了 修学功夫 怎么会不得力呢 你的生活工作 决定的美满自在 然后你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是苦 什么是落 当你没有放下 妄想分别之处 没有舍弃 控制 控制占有 一切人事 无 这个念头的时候 说实在话 佛经理讲的苦乐 你不懂啊 你不可能体会到 所以佛法要想真正的成就 功夫得力 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继续 我们共同在一起努力 认真 陆离来学习 今天时间大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